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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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香港拍攝一個視頻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質素 無論是聲音畫面也不太好 因為我是用一個舊的手機來拍攝 為甚麼 因為我的電腦 電腦就變得慘了 沒辦法了 不可以用什麼剪輯的軟件 拍了多少 想想可不可以播多少 看看情形是怎樣 我會在這裡看看怎樣出片 和講講我香港的經歷 另外一件事 本來想說是寫一些英文字幕 但因為我沒有了電腦 真的煩惱很多 就沒辦法了 而且因為沒有什麼剪輯 所以我很可能會說錯話 大家見諒見諒 首先這次回來可以說是十分的闖絕 但幸好現在不用七天隔離 但也要有些準備的工作 當然填課 健康申報 而且要做RAT test Rapid Antigen Test 就好過我上次那時候 要做PCR test 48小時 好一點的 不用說時間趕得這麼急 因為現在做Rapid Antigen Test 拍照 我隨時可以在機場做都可以 所以時間可以鬆動一些 填模式 下載錄碼 才可以拿到Botting Pass 這些事情要做 看看一會兒因為我沒有了電腦 看看我可否放了連結 在資訊欄那裏 可能放得到 可能放不到 還有就是因為沒有了這些 這個方便很多 亦不用在酒店那裏混七天 回到來 就算在機場那裏 都算是十分順利 尤其是上次我來回到以前 在東京的時候 真的很麻煩 但今次在東京不單止沒有麻煩 而且是超級順利 為何我這樣說 因為這條路不是我選的 我一定要在Hardifax 去Montreau Montreau直飛成田 成田要轉機 轉國泰 然後就回來 去到成田 我就下機 下機 走一出閘 就有人 我又不是坐甚麼頭等 但有人舉著牌 有我的名字 我問他 是 我是 就行了 你跟我吧 當然 我在Hardifax 做Bording Pass的時候 不知道閘 亦都不知道是甚麼階段 亦都不知道是甚麼都不知道 那時就正是有個Bording Pass 他又說 你是要去92號閘 但不是那麼簡單 走到去的 要出了 要再做多一個 安全檢查 沒有啦 他是帶我去做安全檢查 已經有很多人排隊 排得不清不楚的 在日本成田 他就判斷了 因為他 我想是 不知道是國泰 或是甚麼地方 就是一條特別的通道 帶我進去 在那裡 我也不是那麼想 不過他一直拿著牌 帶了他做安全檢查 他自己也要做的 過了 和我一起做 做了安全檢查 下一層 等巴士 他和我等巴士 因為那時我在成田的時候 就是Terminal 1 我要去Terminal 2 甚麼叫做等巴士 要看著 幾多分鐘來 等幾多分鐘 他提醒我 要去廁所 要等一陣子 還有要再過去 另外一個Terminal 亦都要有陣子 在這裏搞了 好了 那 Transfer Bus 來了 他就沒有上車 就送了我上車 他才走 跟上次很不同 上次好像不想你走 要想回去 但這次送了我走 我去到另外一個Terminal 都不是走很遠 就走了去Terminal 即是Gate 那裏 等到原來 所以真的很多人在日本回香港 那架飛機 就插針都不下 真是 滿了 難怪 我七八日前訂機票的時候 我選擇位 我是最後一個位置 我真的沒得選擇 在那架飛機上 吃的東西都算是這樣的 你飛機餐是這樣的 亦都看見有一件事 因為很多人有一丟二丟 在日本就購物 拿些東西回來香港購物 在我旁邊有兩個年輕夫婦 和她一個五歲大的女兒 坐在我旁邊 他們的女兒也很有趣 跟女兒畫公仔 為什麼故意提起這件事 不只是因為我和她坐在旁邊 我看見一件事 就是 那兩個夫婦是很典型的香港夫婦 因為我看見 因為我是最前一段時間 在經濟學 最前一段時間 通常小孩子都可以 我是最後一個畫位 通常都會放一些小孩子 小一點的小孩子 在最前一段時間 教育小孩子畫畫 兩個夫婦在那邊看 亦都是看見他們 看的電視節目 是很香港化的 但是她和她那個女兒聊天 從頭到尾那四個 鬆點鐘頭 在東京回香港 全部都是和那個女兒說英文 如果她那兩個夫婦聊天 她們是用廣東話的 我不知道是否香港現在很多這些 我想如果想著 那女兒也不會在香港 認真是住得久的 都會是這樣 我想可能是我錯的 如果你們大家在香港的網友 看到我這個片 你們是否這樣 或者你們認識你們的朋友是這樣 你們在留言告訴我 回到香港的時候 上次我亦都說過 排隊 她行啊 排一頓猛的 行又行一頓猛的 說這次完全沒有這樣的事 怎麼行當然行 香港的機場這麼鬼死大 都要行 但第一件事行 每一個人就拿一條這樣的頸帶 有個號碼 有個號碼 他們唸了那個號碼之後 就指了你進去哪裏是了備 做PCR測試 我下機的時候大約是10點左右 10點半左右 下機搞到 啪一聲 做PCR測試 好了 做了 了備 未知result 走吧 走 不用一分鐘搞定 很快 最慢的就是我要拿些 paper work給她看 好了 做完 走就走出去 走出去的時候 過這個移民局 然後過海關 是這樣的 玩完了 等行李的時間 是讓我在飛機 到達做完那個PCR測試 還要長的 我等了很久 反而是更長 走出去 每一個人就派一張紙 你要上網做甚麼 做甚麼 好了 我就搭了的士 去要我去的地方 我的士都未去到down town 已經收到你要怎樣做 你要怎樣做的sms 你要第二天 第四天 第六天 要去甚麼社區 遭修做檢查 他寫得很清楚 你要入哪個網 要怎樣註冊 要怎樣做這樣做那樣 寫得都算是很清楚 有時就 真的煩一些 但你怎樣都好 很快就告訴你 回到這裡 坐下 喝杯水 打算睡覺 都未睡覺 那個手機又響 有 You got mail PCR測試 你 negative result negative 不斷說 我下機時 十點左右 沒有了 都完全搞定了PCR測試 十二點鐘就出光了 今天就要預訂一些東西 我還要每天 自己了一次避 第二 第四 第六天 就做PCR測試 還有這幾天 頭三天 我就不能去茶樓 不能去喝茶 沒有辦法 那就不去 無論如何 比上次 可以說輕鬆得多 當然 這樣的限制 也有 少了些 每個人都希望 是零的限制 就最好 這個 看下什麼時候才有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跟加拿大 就不太習慣 雖然我不是說 真的反對 但不太習慣 有一次出門口 就麻煩你戴口罩 那就OK 那就戴了 但無論如何 這裏一定法律規定 要你戴口罩 罰錢罰死你 在加拿大 我都會戴的 但譬如說 我去食物購物 我會戴的 但通常會去花園、公園 總之是空曠的地方 就放鬆一點 但可以說 警覺性也好 防疫什麼都好 這裏是高很多 這件事是真的 希望現在三年 三年 希望都快快脆脆 就搞定它 就算了 不要再有些 可以說 可以說 這幾年的 這樣的日子 無論在哪裏住都好 去 不要說旅遊 總之去另外一個地方 另外一個國家 過境 坐飛機 什麼都好 這個自由 是真的 少了 不是說以前 這麼自由 我說 我搭飛機去香港 我說 就搭 就搭 給錢買機票 可以走了 現在不是 你有錢買機票 這是一件事 還有很多事 你要想 要擔心 這個是treasure the freedom to move around freedom of movement 這個是真是treasure 今天就說到這麽多